大家好 我是小胖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场 见乎的强强对决 观战方是珍宝格 对象方是普陀山 那宝格这边上的是一个女儿 盘斯的双峰配合着 宙斯普陀加魔王寨 这魔王现在厉害的一匹 开了一把龙阵 那对象方上的是一个 传统的盘斯武装 石头魔王 开了一把阴阵大克的 观战方龙阵 10% 都说石头被削了 但也是从变身方面 去削了石头 整体的伤害 基本是没有受到影响 甚至还有一点加强 甚至还有一点加强 所以说 石头就论伤害的话 完全是可以用的 再加上队长方今天 还有一首大克 那咱们看一下 能打出一个怎样的效果 队长方早早的给自己的魔王 打上了一把天地铜兽 打这么早 对面也是压着观战方 这边的女儿村 女儿有医术 对面就压一压这个医术 紧不周 靠起来 那剩下的就是看脸了呗 毕竟现在有这么个魔王 这运气好坏 也是决定比赛的一个关键 就是策划这一次又加大的运气 对于比赛的一个影响 那就是继续加大 米传 那没有出 但是这个东西 对于普通玩家来说 没有四海的影响 就是在这么一个运气成分之下 靠面武装 是拿到了一速啊 直接砸钱 把观战方女儿村就砸死了 哎哟喂 这个就难受了呀 这个九白偷 对面克制了一波 就在目前咱们 看到魔王这么一个运气 他只是在同级别里边 同一个档次里边 你可能出现一些运气成分 可以实现一个以弱打枪 就同级别里边相对较弱的那个 可以实现以弱打枪 但是 你如果跨级别 你根本就不行 他这个概率不算太高 不算太高 不加速 扔一扔 哎呦 让对面如果一直这么输出 观战方是真难受的 这么压的话 观战方 呃 这边就是笑里对面 愤怒的这个空间就有点不够了 他得忙着顾自己啊 这失活 这伤害 战胜猫点 先加一加啊 观战方这边已经重点来控制一下对面的魔王战 轻三点 还是继继续轻猫 牛鱼线呢 是一个法皇时代 大家都带法 所以在防御方面 其实不算太高 所以必须得有一个去打面上的物理系 存在于团队中 就你可以不上场 但你必须得有 给到对面足够的威胁 那师徒无一 是目前为止 依旧是最好的选择 就高端PK里边什么 林波呀 花果山呀 现在还是欠缺了一些啊 大唐属于单秒的物理系门派 那他们是面伤的物理系门派 属于单秒的 所以 大唐不行 那一定是面伤的物理门派 师徒依旧是最好的选择 林波现在也就能打一打那些三攻赛 就是三物理也可以使用一下 你真好让他们复战队去用林波 还是不好用 还是不好用 洛华陈尼 继续 控对面的魔王 现在观察方就是想缓这一口气啊 一直控魔 五千六 哎呦 批化生死 批五千六 五千三 牛进走起 山豹 能不能再次压死女儿村 哎呦 两千八出神 女儿没有死 但是对面武装是有医素的 武装是有医素 但是他没敢换 控魔王 但是没封住 就咱们是因为上帝视角啊 就看这个血仙看得比较清晰啊 但他们打PK 虽然会算 但是没有咱们看得这么直观 有胀气啊 不如山的灯 也仅仅是能够补到一个四百多魔火焚尸 在送你一手 有法皇灵士 所以说秒不动这个女儿呀 女儿就是因为她现在没防御嘛 第一是你要抢速度 第二是你要 带法防 你说你的防御 那拍过来 随随便便拍三四千 出个暴击就七八千 就这么恐怖啊 所以说 为什么就说 有的时候斯陀林 虽然被削了 但是很难被淘汰 尤其是打到五神坛 群雄主弱啊 这一系列比赛的时候 你必须有足够多的阵容啊 去让对战方 猜忌 啊 你如果没有这么一个失陀的存在 可能人家就 我就带法皇灵士就行了 啊 我还带什么防御灵士 不需要的 啊 随便起个指儿啊 我就可以抵挡住你的善恶了 善恶给到的危险 跟师陀比起来 那还是有差距的 什么 所以为什么师陀这个门派 你可以不让他上场 但是你必须团队里有 必须得有 效力藏到 这没速好难啊 这变得是大发卡 是啊 对战方也是大发卡 虽然女儿村 龙镇的女儿跟对面有5%的速度差别啊 就速度加成少了5%啊 但是 他毕竟是个女儿村 包括这边啊 也是想追求一下抗性 所以没敢硬加速度 但这样就其实蛮尴尬的 你上了个女儿 但是又没拿到一速 不伦不类 不伦不类 恶爆 宝格的武装能上场啊 他就是想试试女儿 试试女儿这套阵 哎呦 化身似 倒跌了 看一下观察方 哎呦 对面还是选择了推拿了 这种压死化身似 其实对于对面来说也挺伤的 一下节奏他就不对了 主要这个龙三魔王啊 他就是出不出秘转 秒过去也挺狠的 出不出那个无穷大 秒过去也挺狠的 再拉起女儿村 哎呀终于是 放出了一把警器 不容易啊 紧聊给上 有一速就好打 有一速就好打 哎 大哥你干什么呀 咋还自动呢 这个时候能自动吗 这过时候怎么能自动呀 秘传又来了 哎呦 你看看这 不出无穷大秒 化身似秒38 啊武装 差点也不行了 那化身似还自动的一个回合 你这搞什么呀 正是要劲的时候 你出这种问题 武装一把金器啊 混战皇这边也是一把金器 静了解掉化身似 可以活出这口血 那女儿村就站的比较稳了 主要观战皇女儿村 这边出了个孩子啊 你出了个孩子 你也不好换掉呀 啊 你就没法出神马 跟对面硬抢速度 你不能把五号位的孩子换了 嗯 不现实啊 这孩子其实在场上的战略意义 是非常重要的 你没了他还不行 秘传 没有无穷大 但飞了一个宝宝 女儿是 没办法呀 他手里还有六个宝宝呢 他也是苦于自己没移速的烦恼 但是啊 就是孩子呀 那个是个 孩子是无辜的呀 岁月强控化身 当然这套阵容 还有一个最大的弊端 就是控化身的时候不太好控 毕竟女儿跟盘斯 他们对有化身死的 风云明珠率是要降低的 不计女色 化身死的不计女色 女儿的岁月 盘斯的落花承尼 都是有CD的这种封印 关键时刻 你没CD也封不了 还有愤怒 还得要愤怒 然后呢 这个落花承尼 还是一个前置位的封印 就前置封印 提前一回合去控制 有的时候节奏就不敢套了 控尸陀 没封中 观战方换地厅 做牵制 对那方也是一把水峰 斩敌加哨 看看地厅 压个谁啊 估计还是要压尸陀的 紧箍咒 估计也是行动失败 咱们看一下 这个咒是不多 估计也是要行动失败 紧箍咒 哎 免疫 但是出了那个 普渡了以后啊 是传染到了 武装罐 哎 我记得以前普渡山 这个紧箍咒是会传染的 哎呦 这无穷大直接秒死了 对面的盘斯 还把对战方的魔王给带走了 啊 这魔王是被描死的啊 盘斯是被无穷大给描死的 哦 那这个情况可就不一样了 我记得大家记不记得 普渡山以前可以传染的啊 这紧箍咒 一个传俩 两个传三个 你给他挂一个紧箍咒 一会儿全队都有了 哎 现在这个经脉有没有了 好像没了吧 回头我去研究一下 哎呦 这个盘斯倒了 化生寺那边还没恢复过 但呢 这盘斯又没了 这家伙啊 确实是 有的时候不好说啊 八千七 有天力 冠状狂这边是可以继续压制 对面的尸陀的 好盘斯 我看这化生寺 可以活咒试 香火盘斯 香火盘斯 对面尸陀啊 直接一手凌员推了 尸陀那边可以飞 但现在宝格这边是没有负担 对面再想找到一些突破口 也只能依靠这么一个秘传法术 看看能不能有效的啊 暴死观察皇女儿了 或者是发生死 你才能再次打开局面 本身现在宝格手里的药 他消耗的比较大 对面前期压女儿 成压的比较死 所以说 对面 再想 撕开观察皇这边的口子 需要一些运气成分 需要一些运气成分 一旦撕开了以后 宝格的药品啊 跟前期那就没法比了 你看他现在化生死 也就剩下四个药了 吃得很快的 看看能不能依靠这把大客给 搞进来 对面什么宝贝效果消失 观察皇女儿 继续是一座 刚才那个无穷弹 确实把对面的节奏给 拖住 而且 就是对战方 召集的 刚才召集的进攻 其实对于自己 血量的一个保护 做的也不是太到位 他就很召集 想把宝格这边推出去 所以一直在进攻 没有及时的 给人物单位去砍药 也是一个问题 能出无穷大的 咱们不说了 但是很多时候 那血量被压下来的时候 就是药卡的不太及时 那无穷大 你再砍药也没有用 那个是运气的 那个是真没办法 继续笑一下 日月乾坤 风不中了 对面返校 女儿肯定是压不死了 压不住女儿 压什么宙师普陀 魔王又没意义 周叔普陀 他不耽误 他倒地了以后 不耽误 他出手 这个女儿村就 压得就很有意义 秘传法术又来了 八千一 你看看 还要什么无穷大 直接把化生死八千一 给描死 化身又倒了一次 对面还是想压女儿 还是那句话 就压别人没有用 你只能是压女儿 但是要知道 就像我刚才说的 对张风现在血量的负担 是非常重的 你前边的宝宝 并没有太多的出手空间 你人物要不要砍药了 肯定得砍 这宝宝不得砍药吗 宝宝卡药怎么来进攻 女儿村 石头先变身 秘传 有没有机会 没有 对张风现在的希望也是秘传 这个时候对面武装怪 也被 战杀 拉起化身 推拿 再给自己来一手 推拿 可这个时候武装怪倒地 你手里没有人心了以后 武装怪怎么救 你没人心武装怪 这救不了了呀 两千四 紧箍咒一套 摸随便秒一秒 这武装估计是要被守到死 对张风的伤 还是没有丝毫的问题 但节奏被打断了 席子儿 对张风已经是疲于防守 天地同兽 继续打 哎 观赵风可以再补一个善恶出来 可以再补一个善恶 你天地打得多呢 肯定善恶就得多出点 行动失败 化身色 凌远 退 抗魔王呀 魔王打野才是最可怕的 现在 对张风换地厅了 来牵制一下 紧箍咒也套不中了 被逼无奈 只能用天地了 这天地这个东西 现在确实是 又是一个无穷 那宝宝飞了 还行 你看这天地这个东西吧 就是你说它 不到逼不得已 不会轻易去 轻易去使 主要是现在豪门里边 这善恶太多了 尤其它们现在更新的那些 静态善恶 也万血的善恶 轻又不好轻 最后你打个天地 它打你又疼 你只不过是换了一个死法 但是并不耽误你倒地 所以它们不到万不得已 天地不起 天地不起 一把大象 由于石头被经过修改以后 大象变身也要消失了 因为那个怒向的金脉 点不到了 那个金脉还在 但是它给你往后挪了一下 以前是在 树 树裂的第二个 现在变成树裂的第三个 你点不到那个金脉 所以这个象形也保不住了 象形飞了 象了以后的变身 你保不住了 能把关掉红这边 咒识不脱压死 没压死 又差一点点 前排宝宝肯定要卡要 你看这个怒向 以前是在这个位置的 现在挪到后边了 由于它要点这个九天的话 它就点不了怒向 所以这个金脉 虽然还在 但其实相当于是没有 相当于是没有 在这种临危之际 去控制对面的能力 下掉 八千八 这回薛师托就说了 他不是从伤害的角度 去欺负你 他是从一些 别的角度 去薛薛你 仙人指落 解开封印 化生寺 这边手里还有三个宝宝 应该还是有上额的 天地同手 对面还是要打 哎呦 这简直不给对面出手的机会 你看看师托 一把向心 使用多大的代价换回来 你向心一回合 你没打面伤吧 相当于是一回合 相心完了得休息一回合 对吧 因为你不能打面伤 你只能便宜 你变身还得一回合 然后又被观察波控了一回合 其实这师傅控制一下魔王 你就控制了他 一到两个回合 但是你付出的代价 太大 以前向心血量低的时候 低于30% 他是有70%的概率 这个变身不消失了 70% 这个概率是相当的高 但现在你点不到 点不到 你的变身是一定会消失 两个无穷大 但对战皇武装官 有没有无穷大 估计也得死 这个就是表面上 看上去好看 实际上 有没有无穷大也一样 打到现在 对战皇基本上是 没有太大的机会 你看宝格这边要 也不多了 但对面的输出 现在也打不出来 也打不出来 对战皇的药 现在也在几句的下降 通过这 你看这壁雷打过去 都打2500 你这 那壁雷 他们就更多了 淘汰都淘汰了 一大批了 坤鹏 哎呦 一万四啊 好吓人 潘思一把金清 看看舌头要不要直接飞 还是继续 选择出了一个孩子 打不过 米船有没有机会 哎 没有 就是对战皇如果出 那么一两次无穷塔 秒死关战皇 比较关键的单位以后 也能把关战皇的节奏 给他缓住 也能缓一缓 可是啊 没有 一直没出发 为什么这种魔王出来以后 就是说 指挥们打比赛 打的也是心惊肉跳 吹手汗 你可能打得好好的 突然化身是没了 打得好好的 突然 潘思没了 瞬间脑子就嗡嗡的 所有的作战策略啊 思路啊 都得去发生改变 那比如说 关战皇化身是被描死了 那你宝阁前边啊 可能做的铺垫啊 或者是为后续四五个回合 啊 做的一些想法呀 计划啊 都得重新 规划 重新来 一切从头开始 一个人倒地 所有的 全得重新来一次 策略都得改变 所以以后的梦幻 可能越来越看不懂了 就莫名其妙的事情 会频繁地化身 恶炮 渐加速 比赛时间又要超了 哎呀 好讨厌 这个半个小时的限制啊 秘传 无穷大 秒死了 关战皇宙实普陀 因为有的比赛 你就 他就差个两三分钟 你就是 得超时啊 就气得不行 你说我 我也不是差着两三分钟的人啊 对吧 但平台他就给你卡得死死的 哎呀 头疼 就是这个比赛啊 你做29分59秒啊 跟30分01秒 他都不行 他都有区别 就推荐量 就给你上不去 他要警告你 就像这种打40分钟的比赛 你说我分个上下两段做吧 又不知道呢 因为我一天只能发五个视频嘛 人家也是有规定啊 一天只能五个 我还耽误我做别的视频 你说一个做吧 他正好又做不下 他老是抄那么一点点时间 你要干脆抄得多了啊 我分个上下两步分锁 也挺熟 他就抄那么一点点 又个无穷大 秒死了对面的化身死 如果他们能把这个限制啊 定在一个小时之内的话 我感觉 就很舒服 现在梦幻基本上 一个小时以上的比赛也不多了 大部分比赛吧 基本都是可以做完的 只有一小部分比赛 比如说打五三弹的 能四宝一那种的 可能打的慢一些 大部分一个小时之内都能做完 一把金钦 比赛结束 拜拜